但是哭起来都掉一个 暗居人寰 每次我一哭 我身边的朋友 听我嘴笑 堪称一别 然后哭的就是太丑了 正常呼吸表面管理后呢 是这样子的 要控制脸上的肌肉走向 营造出一个无辜的情绪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就直接看下去吧 那么这是我第三十期间美干活 如果你有其他想看的话 可以翻看我的首页 当所有人都在聊 如何让你笑的好看的时候 咱们来谈谈 如果让你哭的好看 那么首先呢 哭也是需要表心管理的 如果的梨花待遇 才可以让男朋友 我见游脸 没有男朋友 没有关系 让我们一起哭出爱情 哭出精彩 哭出境界 说到这个哭的好看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崇尔奶奶以前 在挑选女主角的时候 有一个铁规律 就是一定要哭戏 非常的唯美和好看 所以本期视频呢 我就结合了一下 各个时期的穷女郎 她们的哭戏对比 看一下她们是如何进行 一个正确的哭戏表情管理的 如何哭出爱情 那如何让你哭的好看呢 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表情管理小意 你觉得你需要 尽力地放在你的心里 在我们正常呢 在没有任何这个哭戏 表情管理的时候呢 我们哭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 这样脸是往下皱的 然后脸是这个肌肉 是皱在一起的 然后这个嘴呢 是成这个不规则的 一个四边形 T形的这样一个形状 实际上哭就毫无美感 然后正确的哭法呢 一般就是这个 眉头是需要往上抬的 呈现出一个眉毛是往上抬 然后眼神是比较无缺的 这样一个状态就OK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个正确的一个 哭戏的办法 那肌肉几乎没有什么大抽动 唯一能体现出情趣的 就是眉头 眉头是往上走的 那么脸部呢 绝大多数肌肉是不能动的 我们拿错误的哭法 和正确的哭法 做一个对比 可以看到肌肉管理后的明显区别 左边是自由发挥的哭法 右边是管理后的哭法 可以看到 左边我们的苹果肌 都是往上抬的 然后嘴巴呢 又是往下的拉扯的 这个法令纹 呈现出又挤压 面部又往下拉扯的一个感觉 那左边不对的哭法呢 主要发力点是两块肌肉 一块是苹果肌 一块是嘴角旁边的口轮杂肌 只要保持这两块肌肉不动 就可以基本改善 苦得丑这个问题 很多节目 其实哭的时候呢 都跟我一样 有鼻孔放大的问题 其实你明显到哭泣的时候 也会有这个问题 我们看看茶医鼻祖 织化哭泣的时候 也会有鼻子不自觉放大的感觉 我们正常人在哭泣时 鼻子放大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 在鼻子呼气上 鼻孔呢 一个劲的针大 在放弃 但如果一旦注意力 转移到鼻子吸气上的话 鼻子放大这个问题呢 就会迎刃而解 看一下织化 把注意力从鼻子呼气上 放到鼻子吸气上面的 一个转变 我们来看小爽哭泣 有时候也会表情管理失败 左边说的两块肌肉的 发力点呢 也是蛮明显的 而右边只牵扯 眉头上扬 则会更有无辜 有美感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美人的哭法 基本上都只是眉头上扬 有没有差异感很足啊 我见榴莲 所以说 如果你想要哭得好看的话 一定要正确管理 面部的一个肌肉的走向 千万不能让他们这个抱团 起舞 或者是这个走家串门 绝对不行 一定要让他们安安 我们待在原来的地方 至少保证你的脸不能扭曲啊 然后展现一个比较无辜的情绪 就OK了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哭泣的时候 眼神系也一定要足 哭泣时的眼神里 主要分为两个 委屈的或者是坚韧的 如果是委屈的话 可以尽可能抬高眉头的位置 尽可能展现一个无辜的情绪 如果眼神是坚韧的话 就可以配合我们等一下讲的 哭泣时嘴巴的戏份 当我们在哭泣的时候 加上这个眼神的话 就会给人感觉 知道你是为什么哭的 从而挠不住一半个字 就是你哭的时候的前韵后果呀 各种故事 从而产生一个共情共鸣的感觉 达到一个我见牛脸的哭泣效果 既然呢我们哭的时候 这个眼神的力呢要足 那么首先呢 眼睛就不能是哭成一条线 只能像我这样 这样别说眼神呢 我眼睛都看不见 所以我们哭的时候呢 眼睛一定要是一个比较大比较圆 至少看得见你眼神里的 这样一个状态 姐妹们你可要了解 这个时候可是你和你男神传递情绪 引起心灵共鸣的 这样一个最好的机会 既不可失 时不再来 那么我们在哭泣的时候呢 这个嘴巴的配合也是非常的重要 千万不能呈现一个 向下的 然后一个不规则的梯形的感觉 就像我这样嘴巴张那么大 我都恨不得 往里面塞点什么东西呢 所以我们哭泣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的 正确地管理我们的嘴巴 稍微地去张开一丢丢 或者是咬唇 两者取一就OK了 嘴巴的管理呢 往往是分为三种 一种是抽动 一种是轻微抿嘴 另外一种是咬唇 一般无故的眼神 都是可以抖动 或者是轻微抿嘴的 对 成了抖动 往往会在哭前 出出动人也更加有差异感 下巴抽动的一般都是 我们下巴的科技进行发力的 定型短暂的 快速的抽动 那么轻微抿唇呢 可以在哭泣的时候 动作幅度可以不用很大 就像刚才说的保持远布 不要扭曲 那么我们哭泣前的 各个表情 铺垫都已经做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流眼泪了 那在流眼泪的时候呢 我们正常让她很容易 把眼睛眨得非常的重 就像我这样 那这个时候眼纹 就非常容易出来了 我们要哭出眉感 一定要眼睛眨得非常的轻盈 眨得非常的具有仙气 我们来看看仙女哭泣 尽可能的减少眼睛的 大幅度的这个煽动 正常眼睛轻轻眨动呢 眼珠就会低下来 成了过得很轻盈 很脆肉 非常的具有仙气 那么眼泪流下来之后呢 我们该怎么做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壮的一点就是 我们绝对不能用手 去把它往下这样擦 因为如果往下擦的话 这个面部呢 是呈现这个往下掉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哭泣的美感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手背 这样去横向的擦 就这样很轻盈的在那里擦 也可以用这个 这个手 这个叫什么 手心 去这样接住这个泪 这样子也比较做 也比较绝 反正不管如何 你就不能用这个手这样擦 这样子会丧失你哭泣的美感 像永远牙域 就是用手心的方法接住泪滴的 避免了脸部的一个拉扯肌肉 那天仙姐姐的到头 不留泪上呢 也是真的太鲜了 那我们这期的如何 哭出爱情 哭泣把心管理就先到这里了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类视频的话 就再帮我三连一下 你们的每一个三连 都是我地址跟下去的 动力 谢谢 如果你有其他想看的话 可以在评论中 或者是弹幕中跟我说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 后来拍这个视频啊 我还特地去买了一个 全新的这个珍珠明目鸡眼液 哎呦里面还有两瓶 先拿出一瓶 太难指了 我跟你们说 一定要给我散脸一下 真的是要给我散脸一下 我真的按不进去了 哎呦 这太快了 总不能让我真哭吧 我今天特别开心 我没有什么哭的情绪 咋整的这 但是用眼药水 感觉效果真的是不咋的 哭得不够真情实感 无法容忍我自己的演技不佳 于是我在一个 长长长的哈欠 齐齐努力表现 却还没有哭出来之后 我打开了不哭挑战 果然黄天不复有限 然后每一会儿就成功搞定 挤出我的泪滴 难道看到这还不能 获得你的三连吗 啊赶紧给我三连呀 煮人 三连 都 继继续 继继